第121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软儿眼睛酸涩,一定是王妃保护小主子,让小主子转危为安 刘爷爷,我的毒真的全部解了 软浩君惊喜道,他再也不用经常吃药了,再也不用经受每个月总有那么一两次难以言喻的疼痛了 是的,解了,好好休息,再给你煮几副药,吃几天,等康复了,就可以练武了 刘大夫笑道,小主子终于可以恢复健康了 软浩君虽然高兴自己痊愈了,但想到给他吸毒的杜酒妹,连忙说道 刘爷爷,你去给小酒看看吧,他给我吸毒,嘴巴都肿了 软儿笑笑,怪不得他用帕子蒙着脸 好,我现在就去看看,小主子好好休息,多喝点开水 刘大夫对周嬷嬷说道 周嬷嬷在听到软浩君解了毒,早就双手合并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各路菩萨,感谢王妃,在天之灵保佑 刘大夫过来,杜酒妹把所有人都赶出去,这才拿下脸上的帕子,那香肠嘴巴,厚厚的,亲子的吓人 刘大夫吓了一跳,把过麦之后,这才放心道 没事的,毒素只是存留在嘴唇上,没有进入身体 我给你开几副清毒的药,吃几天就可以消肿了 听到这话,杜酒妹放心了,道 多谢大夫 不用谢我,我还得好好谢谢你了,是你救了我们小主子 刘大夫感谢道,虽然现在,这丫头的面容有点惨不忍睹 但为人仗义,是个好姑娘,越看越顺眼 杜酒妹蒙着帕子,面露愧色,低着头问道 我,我的嘴巴可以恢复原状啊 会的,可能颜色会比以前深一些 刘大夫回答说道,算不上什么事啊 只是小姑娘都暧昧,可以理解 杜酒妹听到专业人士的回答,彻底放心了 终于不要顶着一张香肠嘴了 否则她只能一辈子蒙着面纱了 以前喝中药,杜酒妹总是偷工减料,喝点吐点 可这次刘大夫给开的清毒消肿的药,特别苦 可杜酒妹愣是喝得一干二净 若不是身边有人看着,她恨不得抱着碗再舔一遍碗底 保证不浪费一滴药 三日后,赏浩君已经完全好了 身体轻盈,前所未有的轻松 终于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健康人了 杜酒妹的嘴巴也消肿了 可,可为马嘴唇的颜色那么红啊,那么艳啊 以前是萌萌大的粉红色,可现在却是艳丽的大红色,跟涂了口红一样 若是长到十五六岁,这么艳丽也就罢了 可现在她是个小屁孩啊,要这么红做肾 杜七妹见小九捧着一个镜子,唉声叹气,问道 小九,你怎么了?娘亲刚才还问起你呢 嘴巴都好了,为什么还不出去啊? 杜酒妹放下镜子,很是愁着,哀怨道 姐姐,你不觉得我的嘴唇很红吗? 杜七妹仔细看了看,点点头道 是很红啊,但比之前青紫色好看多了呀 难道你还想保留青紫色? 卧槽,那香肠嘴,谁乐意要就要,反正她不要 才不想要那难看的青紫色 我就是觉得嘴唇颜色太红了,没有以前的浅色自然好看 杜九妹惆怅说道 她的童年时光,貌似就这样,消失不见了 杜七妹捏捏妹妹的小肉脸道 好了,人家说嘴唇颜色红,血气足,身体好 我觉得我们家小九,比以前更好看了 长大了,不用涂口纸,好看又省事,多好啊 真的吗? 杜九妹不相信问道,又拿起镜子看看 发现世上善意的谎言,有时候的确能够安慰她受伤的小心灵 当然是真的啦,不相信的话你问问母亲 杜七妹肯定道 好啦,别藏在屋子里了,去外面试试太阳,看看娘亲 杜九妹只得印着头皮出去 看到外面正在焦急等待的阮浩君和杜八郎 阮浩君的眼神落在杜九妹的嘴巴上 那烟红的颜色就跟春天里的花瓣一样鲜艳 配上圆溜溜的眼睛,白细的小肉脸,比以前更加可爱了 见你好了,我也能放心了 软浩君的,面上略带羞涩 说个话,脸红个什么劲啊 杜八郎心里吐槽,但姐妹妹愿意开房门了,彻底放下心来 阮君,听说你身体里的鱼毒减了,那你现在有什么特别感觉啊 杜九妹问道,她万万没有想到 平日里跟着害羞小姑娘似的阮浩君居然身中剧毒 怪不得阮浩君从来不会剧烈快速跑动 做什么都是慢吞吞的 即使后来有桃花酿的条理,也只是比以前好了一些 但鱼毒还在血液深处 阮浩君无毒一身轻啊,露出两排可爱的洁白牙齿的 好,我已经完全好了,那日被毒蛇咬了,阴差阳错 是树鼻蛇的毒,解了我身上的毒,算是因祸得福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若是你没有及时给吸毒的话 我可能会因为树鼻蛇的毒太多,再次中毒 杜九妹目瞪口呆,这样也行啊 貌似他是主角啊,可貌似这阮浩君福大命大,还有奇遇,闪亮亮的主角光环啊 阮浩君十岁,他八岁,年纪相当,青梅竹马 难道…… 脑洞大开的杜九妹上下打量阮浩君 可能是杜九妹的眼神太过犀利了,看得阮浩君不舒服 小九,你别这样看着我 阮浩君鼓起勇气说道 这样的眼神,让他感觉到自己就是案板上的大块猪肉 被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翻看 咳咳 杜八郎看不下去了 小妹眼神太露骨了,赶紧提醒失态的小九 小九,赶紧的,娘亲叫你了 杜九妹的神识,这才从大开脑洞中爬出来 癫癫地跑到杨氏的屋子 等到杜九妹跑走了,杜八郎忍不住吐槽 你是个男子汉,爷们儿,说个话,你脸红个屁啊 阮浩君心里苦笑,没有回答,只是在心里吐槽 明明是你妹妹眼神太放肆,你对我发什么脾气啊 杜九妹去了杨氏的屋子,杨氏正在做小衣服,道 娘亲,我好了,你别担心我了 那就好,再叫刘大夫帮忙看看 杨氏正在杜九妹的唇色变红,又叫了刘大夫帮忙看看 再次确定没有余毒了 转眼间,在山谷里过了十五天 到了冬季,气温降低,天空阴瑟瑟的 昏暗的天空,凛冽的冷风,貌似要下雪了 山谷里虽然准备还算充分,但也没有家里舒服 大家都在祈祷,外面的事情赶紧解决 他们也好早逝回家,睡着暖融融的大炕 山谷里的准备很充分,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可待在桃花谷里的人就没有这么舒服了 杨家大舅,杨家二舅,杨富贵等人没有怨言 毕竟闺女已经成了人家网页的儿媳妇 经历这样的磨难,在情理之中 秀明和陈娇等人是杜大山的结拜兄弟 那就更没有捞捞叨叨的资格了 可一向养尊处优的李大地主的婆娘七世 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心里不免,生出几分不满 在桃花谷里住了没几天,就跟李大地主半夜里嘀咕 道,复军,咱们就一直这样,好好的家不能回,跟逃难似的 李大地主压低声音,道 应该不会,等避过这段时间再说 唉,这里这么冷,真想能够早点回家 原本以为攀上一门好亲事 还没想到居然惹上一身麻烦 弄得现在,有家不能回 吃不好,住不好 我这两条腿又开始疼了 七世小声嘟囔,很不满意 不自觉声音大了一点 李大地主赶紧捂着七世的嘴巴,道 你小声点,别被别人听到了 这茅草屋根本不顶用 七世连忙噤声,一会儿又小声道 这次过去,或许还有下次 难道每次都这样躲避追杀吗 过不上安稳日子 李大地主心里左右为难 一边想过以前安定的日子 一边又舍不得放过这次家族 有可能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 最近从宋明和陈桥的话里 李大地主已经隐约听到什么王爷 广陵王之类的话语 王爷,那可是皇帝的弟弟啊 广陵王是皇帝结拜兄弟啊 他们家李锐和杜妻妹成亲 那他们家一跃就成为皇亲国戚了 这是很多人盼都盼不来的好机会 数死放弃真是太可惜了 同时还会得罪广陵王 李大地主想到家里 网上数十辈子都是贫农 到了他这一带 慢慢发达才有了现在的产业 在当地周围几个村子 他算得上护富 可到了县城里 谁认识他李大地主啊 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 当然不能放过 好了,你不要说了 咱们吃点苦 李锐得了一门好精识 李大地主压低声音说道 晚上你说几句就罢了 绝对不能在外面摆脸色 妻侍听了,心里不是滋味 道,大夫大贵,也得有命过啊 咱们这样东躲西藏的 也不是办法 李大地主知道妻子一向通勤达理 现在如此 估计是不知道 杜大山的身份来历 思索一会儿之后 李大地主沉声说道 实话跟你说了吧 这杜大山的亲爹 是广陵王 妻侍一愣 目瞪口呆 广陵王 广陵王 声音抬高 略有失态 李大地主赶紧捂住 妻侍的嘴巴 警告道 小声点 影响吵醒所有人吗 不过也不怪七是如此 他刚得到消息的时候 不是也愣了好一会儿 那可是王爷啊 杜大山是王爷的儿子 那杜鸡妹 岂不就是王爷的孙女 七是激动 天哪 这是不是在做梦啊 这样好事 怎么会落到 他们家的头上啊 是的 杜鸡妹是王爷的孙女 咱们家李瑞 就是王爷家的孙女婿 你若是弟弟姑姑埋怨 那杨富贵 绝对会告诉杨氏和杜大山 这么好的青史 就跟主叔的鸭子一样 飞走了 李大地主提醒说道 坚决不能让妻子 犯这种白痴错误 坏了儿子的好事 好一会儿 妻侍终于平静下来 难难道 天哪 我差点坏了儿子的婚事 哎呦呗 有了这门青事 咱们叫儿子 以后也能飞黄腾达了 飞黄腾达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 当以后有个 有权有势的岳家 真是没跑了 自古以来 富贵显中求 挡开这亲家的亲生父亲 派了这么多人来保护咱们 想必也是十分重视亲家的 李大地主很是高兴 这可是天大的机会 绝对不能眼睁睁溜走 只是七世高兴过后 玄吉不解问道 居然大山是王爷的儿子 可为什么 有人来找麻烦呢 你是聪明一世 无度一时啊 你想想 平常农户分家的时候 还争争强强呢 更别说是王府了 一定是杜大山 当了有些人的道 所以才阻止他们一家回王府 只要等到广宁王 腾出手来处理好 就不会再躲躲藏藏了 李大地主虽然是个乡下土财主 但能白手起家 赚下一份家业 那绝对是鼎鼎聪明的 里面的弯弯道道 还真就被他猜中了八九分 七世听了 苦着脸道 虽然全是诱人 可咱们就怕没命等到 杜大山掌权啊 这就跟有命挣钱 没命花钱一个道理 你所虑甚是 不过那日咱们已经见过 那个哲仙般的亲家祖父 神不见敌 绝对是个厉害的主 他能千里迢迢找儿子 自然不会让那些人得逞 咱们好好忍忍 过不了多久 咱们就安全了 李大地主猜测道 现在算是杜家的患难时刻 他们绝对不能扯后腿 七世害怕又很兴奋 别怕 最起码咱们现在是安全的 李大地主安慰七层 两人达成协议 端正态度 就在李大地主夫妇 心思活络的时候 杨富贵和两个儿子心里 也在盘算 杨富贵每次看到 二儿子家的小孙子时 面露微笑 对两个儿子说道 大郎和二郎 年纪大了 不能读书了 咱们这三郎 一定要好好培养 将来或许 也能考上功名 光宗耀族 尤其是现在女婿 是未来的王爷 有这么大的靠山 若是自己没有本事 也用不上 是的呢 杨家大就笑道 赶明儿 一切过去之后 咱就把大郎的金氏办了 早是抱孙子 阿姨好好供孙子读书 到时候 咱们也能成为 更独传家 属下门地 杨家大舅和杨家大舅妈 努力了这么多年 只有一个儿子 一个闺女 儿子不多 那就只能培养孙子 杨家大表哥听了 面色羞红 好 好 杨富贵很是高兴 呵呵笑道 你姑姑和你姑父 表弟表妹们身份不一样 咱们作为外家 水涨船高 一定会有人来巴结咱们 可咱们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一家都是木匠 都是小老百姓 没有大本事 那咱们要有本分 绝对不能因为别人奉承几句 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 给育儿惹麻烦 杨家大舅点头道 爹 这你放心吧 咱们家孩子 跟杜大海家里不一样 都是老实本分的 妹妹妹续再有权势 咱们好好过咱们的日子 踏踏实实的 绝对不会做出那种 仗势欺人的事情 给妹妹妹续添麻烦的 是啊 爹 咱们只会做木匠 那就继续做木匠活 咱们身正了 麻烦也找不到咱们头上 杨家二舅沉声说道 他们手里有点钱 正好开个木器店 以后日子照样过得红红火火 杨家大表哥 杨家二表哥也纷纷保证 杨富贵看到儿孙都很有骨气 正是新家之兆头啊 非常欣慰 不枉平日里严加管教 在桃花谷里 唯一的两个心情很好的 那就是陈桥和杨桃花了 两人自从定亲之后 就不能单独见面了 即使见到了 不是当着大家的面 就是远远的互相看一眼 都不能说几句私房话 陈桥感受到杨桃花的害怕 经常开讨安慰 陈桥就经常安慰杨桃花道 桃花别怕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大家都在一起 即使有困难 咱们也可以一起面对 放心吧 外面有那么多人 一定可以打退那些人的 杨桃花听了这话 微微放心 道 说的也是 神有旦夕福祸 走一步算一步 过一天算一天 就算死 也能和家人 和心爱的人死在一起 就不觉得害怕了 陈桥这人心思活络 年纪又是五个 结拜兄弟里面最小的 现在过上了安稳日子 又定了亲 更加开朗 经常去打猎 给杨桃花带来 各种各样好吃的果子 至于李锐 唉 担心肚妻妹 经常问宋明等人 不过听了宋明和陈桥的解释 才微微放下心里的焦虑 李锐今年十四了 是个大小伙了 经历这次事情 逐渐明白了很多事情 现在杜妻妹是贵人的孙女 她只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农家 有点配不上杜妻妹 可一想到放弃杜妻妹 她就心疼得睡不着觉 最后还是陈桥看出来 李锐的异样 笨道 你小子 整日愁眉苦脸做甚 不是告诉你 亲妹她们很安全 李锐挠挠头 面有难色的 没什么 哼 你这样能瞒过谁啊 不就是担心 跟亲妹的婚事吗 陈桥当初 不敢跟杨桃花表白提亲 也是这个样子 整日愁眉苦脸 心情忐忑 见陈桥这么说 李锐善善笑笑 道 是啊 我觉得我配不上七妹 那你就准备放弃 陈桥问道 似笑非笑 李锐耿着脖子 反驳道 当然不会放弃 我喜欢七妹 我这辈子只娶七妹 她李锐就是个贱脾气 自己认定的人 绝对不会放弃 之前的失落只是暂时的 既然如此坚定 你干嘛还患得患失的 陈桥问道 李锐这小子挺有趣的 我是怕岳父岳母 看不上我 李锐苦笑道 挠挠头 没有半分头绪 看不上你 当初就不会答应定亲 你要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七妹 那你就好好努力 做一个配得上七妹的男人不就行了 陈桥笑道 小屁孩钻牛角尖的样子 特别逗 李锐重重点头道 对 我要努力 做一个配得上七妹的人 可 可我读书不行啊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其实也不是只有读书可以 反正你尽力吧 你要是再不自信 当这次事情过后 好好问七妹 别在这里愁眉苦脸 让别人看到会笑话你的 陈桥劝解道 好了 已经做好饭了 走 回去吃饭 经过陈桥的劝解 李锐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 现在年纪不算大 他还有两年时间 好好读书 争取在娶七妹之前 考上个秀才 若是两年之内考不上 他在经商 给七妹赚多多的钱花 随便要花 花不完 山脚下的争斗 并没有影响到桃花谷 和神秘山谷里面 所以躲在这里的人 非常安全 我还以为你会认识 那你还能看你 你还能看你 我还能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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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